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13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对于中国宣布对600亿美金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 美国仍处于有利地位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底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期间会晤 我爱这个位置我们在里面 有可能会有些反应 但它不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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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 在比较几乎的几乎 而且除了这些资金的资金 我们将会进入了一小块的资金 因为中国将会反应 可能会反应对我们的资金 特朗普表示 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最高大约为150亿美元 美国政府将会动用对中国征收的部分关税 来补偿美国农民和农产主 而对于美国是否还将就剩下的3251美元 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特朗普称目前还没有决定 另一方面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3号表示 中美贸易磋商仍在继续 预计接下来美方将前往北京进行磋商 有共和党议员敦促特朗普尽快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 否则美国经济将面临衰退的风险 据美国政治网站报道 美国财长姆努钦13号在华盛顿表示 预计中美将继续就贸易问题进行讨论和谈判 双方正在就具体安排进行协调 他透露预计下一步美国官员将前往北京进行谈判 因为中方代表团刚刚来过华盛顿 财经媒体CNBC原以姆努钦报道称 双方正在商议到北京继续磋商的时间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前一天也表示 中美贸易磋商将会继续 库德洛承认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将会由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负担 中美双方都将受损 特朗普政府的最新措施也遭到了本党议员的质疑 来自农业大洲肯塔西州的参议员保罗 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建议特朗普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 因为美国将贸易占脱得越久 美国经济就越有可能因此陷入衰退 来自印第安那州的农民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关税 伤害美国腹地最近的记者会上指出 25%的关税让美国大豆和玉米的竞争优势消失了 中国和其他国家现在宁愿承担物流等方面的风险 也要转向南美国家 因为美国产品的价格远超市场价 关税伤害美国腹地组织指出 上调对华关税只会惩罚美国农民企业和消费者 并可能导致近100万就业岗位消失 呼吁两党议员回应选民的诉求 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威胁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 签署了亚太裔经济授权行政命令 宣布成立亚太裔总统顾问委员会 并发起一项倡议 扩大亚太裔雇主跟社区 接触经济资源与机会的渠道 特朗普13号签署行政命令 为美国的亚太裔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机会 特朗普在这项行政命令中宣布 建立亚太裔总统顾问委员会 并发起一项倡议 扩大亚太裔雇主和社区 接触经济资源和机会的渠道 今年5月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 白宫在声明中指出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亚裔在美国的失业率创历史新低 当天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 副部长甘达庆 商务部长罗斯 以及五位白宫亚裔官员 还有多位来自美国各州的亚裔代表 见证了亲自一事 有数据统计显示 亚太裔占美国人口7% 达到2300万 亚太裔为美国经济 创造了7080亿美金的价值 雇佣了超过360万人 创美国所有种族中的最佳记录 尽管特朗普政府加大 对亚太裔的重视程度 但美国沃克斯杂志13号指出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的 出口民调显示 77%的亚裔投票给了民主党 比2014年增加了18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 共和党收紧移民政策的做法 使越来越多的亚裔选民 投向民主党 特朗普2016年胜选后 加剧了这一转变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另外母亲节之际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夫人刘斌 在总领馆举办招待会 与湾区各界女性代表 同庆母亲节 这是刘斌随总领事 王东华上任后 首次主办招待晚会 她在致辞中指出 母爱被视为世界上 最无私最伟大的爱 而当天出席的女性 均是杰出代表 是湾区最靓丽的风景线 既是家庭建设的主力军 也是各行各业的半边天 前旧金山华裔市长 李孟贤遗双林静敏 也鼓励女性要自强自力 当我的身体长大之后 我也要同样叫她 一定要好好念书 一定要自力 不可以靠任何人 深居你的丈夫 谢谢 由与会母亲代表认为 母亲节不仅是个人的节日 也是旅居海外多年的 华人华侨 感恩祖国和居住国的时刻 很怀念祖国 也喜欢在国外生活的 那些朋友啊环境啊 所以生母和养母 都非常的感激 中美关系也是 到场母亲们 关注的话题之一 有人乐观认为 中美最终会达成共识 携手向前 总领馆妇女小组 带来了汉服舞蹈表演 湾区各界艺术家 表演了金剧 古针小提琴钢琴 总领馆子弟 河湾区学子 带来了茉莉花等合唱曲目 方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广播过后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因为在财经方面 美股受国际贸易情势影响 全线市大幅下跌 导致盘中更一度下挫超过700点 收盘也下跌超过600点 至于纳指就跌超过3% 是本年度最大单日跌幅 有分析引述资料指出 这个月有机会成为 美股自从1970年以来 表现最差的5月 截至13号这一天 道指累计下跌4.6% 标指累计下跌4.8% 而纳指也累计下跌5.5% 是自2000年以来 表现最差的5月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早是一开盘 就是重挫下跌低开 道指跌幅是超过400点 盘中跌幅加深 道指一度是下跌七百一十九点八六点 但是接近收盘之前 三大指数跌幅是略微有所收窄 因为是美国财长 蒙主钦对这个记者表示 中美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并且正在择期再次前往美金 那么实际上的三大指数 在这个月来说 走势中是相当的惨淡 特别是标普五百指数和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走至一月三号以来 最大的单日跌幅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更是今年以来 最大的单日下跌的一天 投资人认为 现在要关注的是三大问题 第一方面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是不是得到缓解 第二方面也就是各国央行 会不会根据目前这个新型的 全球经济和这个金融界都担心的局面 调整货币政策 因应由于贸易纠纷引发的 全球经济增长減换 第三方面就是随即公布的一系列的 经济数据以及美国公司盈利的前景 会不会体现了因为贸易纷争 而导致出现减缓降温的迹象 在这个三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之前 市场的波幅将会是长期的 行业类股当中是晶片类股和制造业 类股下跌幅度最大 那么总来说市场还是相当的审慎 那么接下来要关注这个星期 还有一系列的重要的经济数据 特别是中国的工业产株 以及美国多位联储官员的讲话 总来说星期一会儿这股票市场抵开低走 市场心态是相当的负面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峰会是旁哲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未经许 portions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美中未来贸易论坛 即广交会进口展推介会 日前在洛杉矶举行 活动由全美浙江总商会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及美国联邦商务部 少数族裔经贸发展署 三方联合主板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美国联邦商务部国际贸易署 商务部出口委员会 商务部少数族裔经贸发展署 美国中小企业局 加州洛杉矶港务局相关官员 以及多家美国主流企业高管 社区侨领商界精英 共计150多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美国联邦商务部 少数族裔经贸发展署 驻帕萨迪纳中心主任Daniel Seale 在活动中致开幕词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信息化部副总经理谭建中 介绍了广交会 并为设立进口展 做了详细推荐 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 层次最高 规模最大 商品种类最全 到会采扣商最多 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 成交成绩最好的 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使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使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缩影和标志 被誉为中国第一展 我们跟全美浙江总商会 跟广交会 有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他们这次是授权 这个美国广 广交会的进口展的美国广 授权给我们在美国进行宣传 招商还有推广 我们就是我们的会员 跟美国的最大的供应商 所以说我们这个机遇非常好 把美国这里产品也牵来了 然后又到那边去 会上全美浙江总商会 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期待建立长期稳定 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 广交会设全全美浙江总商会 代理广交会进口馆 在美国的宣传 推广和招商等全方位服务工作 林光会长介绍 他们还在广交会进口馆建立了共享展位 帮助美国小企业出口中国市场 减少开支 规避风险 凤凰卫视 钱力涛 洛杉矶报道 另外由中国艺术国际行与尼克松博物馆等 共同主办的熊猫和他的朋友 刘中艺术展 日前在南加州尼克松图书馆举办 此次展览共展出中国艺术家刘中所绘制的46幅大熊猫 以及其他动植物的水墨艺术作品 在刘中的笔下 大熊猫一如其所展现的蒙太 活灵活现 则释出艺术家对大熊猫的相识与珍视 作为大熊猫的故乡 中国四川亚安市任命的熊猫宣传大使 刘中热衷于参加环保 赈灾 扶贫等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公益活动 因此被誉为世界熊猫第一人 这种世界稀有的森林具有其高的生态 科研 文化和美学价值 成为了刘中独特的艺术语言与符号 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 由于画国画为主 后来20岁的时候 25岁的时候去法国留学 在法国学的造型艺术 所以我这个作品 在传统的中国画的基础上 还融入了西画的造型 包括它的色彩 构图 我也是在不断地探索 中国画的发展和创新 刘中希望通过这一系列 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作品 鼓励人们更多地关注 这种脆弱的生灵 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并发现身边不同生物的美 基于这种动人的艺术情感 中国邮政还特别为刘中的作品 出版了多套限量版的明信片 与邮票 冯凰卫视 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近日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美华总和美中工商联合总会 共同举行仪式 宣布聘请中国武汉著名企业家 冯军出任两会的副会长 出席当天仪式的有阿凯迪亚市市议员戴首珍 核桃市市议员伍利伦 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林达坚 圣盖博市市议员廖清禾等 与洛杉矶当地各桥团代表 一同见证了冯军的就职 美华总会长李社朝 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崇华 美中工商联合总会会长张勇 等纷纷登台致辞表示祝贺 我在礼制过程中 我要多给华人 多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 商贸和民间的社团组织的活动 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聘任仪式上 冯军还表示 获得聘任担任两个会的副会长 让他有机会能为促进 中美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民间友好往来和当地社区建设 尽绵薄之力 为促进中美两国的贸易往来 和民间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美华总也一直在不断的壮大 在不断的成长 也希望更多的新鲜学艺加进来 也使美华总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也在这里特别的恭祝冯军 冯军副会长 无论在商业还是在社团方面 能得到更上一层楼 得到更好的发展 冯军来自武汉 在1993年创办了武汉飞轮贸易公司 而后发展成武汉新飞轮集团 旗下有24家子公司 涉及金融投资 工业地产 物流仓储 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等多个领域 今年3月份 武汉新飞轮集团在加州注册成立了 美国新飞轮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凤凰卫视 时机记者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 另外由魏决东方餐饮学院和南加州 帕萨迪纳市厨师学校所主办的一场 中美餐饮高峰论坛 近日在厨师学院举行 本次论坛有中国驻洲山基总领馆 文化参赞古今和新闻组组长高飞 罗兰港学区教委陈正志 以及美中两地餐饮界人士近百人与会 本次峰会的主旨是通过 让中国美食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题 汇聚中美两地餐饮行业的专家 并通过与到场从业人员的探讨 搭建一个新的行业资讯交流平台 在当日下午的讲座中 众多行业专家也纷纷上台 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从业经验 其中包括Coco都可国际饮食公司总经理 他在丁娜厨师学校董事林家震 他以Coco的扩张为例 介绍了他对东方连锁餐厅 如何在北美取得成功的认识 我们把这些国际的经验 带给我们中国这些投资者 这会快乐很多 所以我们也看见很高兴 很多餐饮业的人上了课之后 他进步很多 本次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 让来自中国的餐饮企业经营者 与美国中餐企业经营者对话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来宾从学院派和实践派的交流融合中 了解到当前中国最新的餐饮现状 趋势和发展 也了解到了美国中餐企业的现状 发展和对中餐的需求 凤凰卫视11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商新闻方面 杨戈尔国际医学美容中心 近日在大洛杉矶地区的第二家门店开幕 并在母亲节当日举行了开业庆典 本次开业的杨戈尔二号中心 坐落于南亚洲圣改博士 其规模上将比早前在柔斯密市的 一号中心更大 也配备了更先进的设施 使一号中心的全面升级 在开业剪采庆典上 杨戈尔国际医美中心首席执行官 Annie为道场来宾介绍了二号中心 将对广大洛杉矶地区民众 所展示的五个方面的新形象 包括新理念 新设施 新技术 新团队和新服务 杨戈尔二号中心 首先它是延伸 杨戈尔一号医美中心的概念 杨戈尔一号医美中心 是一个亲情式的一站式的服务 杨戈尔二号医美中心 是家庭式的一站式的服务 并且杨戈尔二号医美中心 在技术上我们又不断地在创新 我们首先我们所有 华人区最新的仪器 基本都落户于杨戈尔二号医美中心 第二 我们独创了很多 自己杨戈尔独创的一些品牌 据介绍杨戈尔医美二号中心新团队 将由袁正宏医学博士领衔 袁博士不仅是具有30多年 临床经验的执政医生 而且还是美国再生医学研究 应用中心的创始人 是美国干细胞研究和应用的领军人物 他也在干细胞美容 干细胞抗衰老 干细胞治疗相关疾病等方面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凤凰卫视11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为庆祝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试炎力美颜养生会所近日举行活动 并同时庆祝其成立三周年 庆祝活动当天 试炎力美颜养生会所 负责人乌素培表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让试炎力得以在过去的一年中 取得良好的发展 同时宣布了5月份活动期间 所推出的一系列优惠 那么今天也是我们试炎力的周年庆活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和促销活动 凡是5月份来到我们试炎力的每一位新会员 都可以免费体验我们这边的疗程 像是乳血疏通 经络疏通 还有卵肠保养 包括我们的脸部补水等等 这样的一些优惠的系列活动 那第二个促销活动就是说 凡是成为我们VIP会员的话 我们都会送超值的精美礼盒送给大家 活动当天 试炎力也为众多妈妈们 献上了美容卡等多个奖品 以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据了解 坐落于南加州添补式的试炎力美颜养生会所 以及独特的优雅环境和精湛的专业护理 近年来持续为南加州民众 提供了多元化的美容体验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美国春雨总商会 于近日在南加州阿凯迪亚市 购物中心的穆斯家具门店中 举行了热闹的母亲节庆祝活动 同时欢迎穆斯家具加入美国春雨总商会 出席当天活动的 有阿凯迪亚市市议员戴守珍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八个的代表吴中国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副总领事代双民的夫人张山梅等 活动现场对十一位杰出母亲进行了表彰 也同时为商会的三名女性骨干成员 颁发了特别奖杯 感谢她们对商会的贡献 随后还举行了穆斯家具的入会仪式 美国春雨总商会 从2013年成立以来 从最初的十几个会员企业 发展到今天 我们有七个常务理事 27家副会长的企业 然后我们有上百家的 春雨知名品牌的企业加入商会 商会成立以来 得到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法国 德国 英国 比利时等主流社会的认同 据介绍 美国参与总商会目前的会员企业 涵盖了酒店 航空 家居 地产和餐饮等领域 特别是海底捞 美洲东坡 老成都 麻省理工和成都印象等川菜品牌餐馆 受到了当地各族民众的欢迎 而此次穆斯家具的加入 也为商会注入了新的血液 美国参与总商会成立以来 一直积极为四川和重庆在引进资金 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做出努力 为促进四川和重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商会也致力于为在美会员服务 协助会员企业在美国更好的发展 重庞卫视 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我们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